各位綠營來看到藍營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今天在中常會上呼籲民眾 在八月二十八號投下公投票 收拾總統蔡英文 開放萊豬進口的殘局 而副秘書長柯智恩也暗酸 民進黨令委王定宇的同居議題 邀請國民黨副秘書長柯智恩報告 秘書長李乾隆一時之間叫錯姓氏 但口誤好像會傳染 國民黨召開中常會 報告黨主席江啟成就任後 一年來的黨務工作推動成果 還暗酸民進黨立委王定宇 向綠營翻言人嚴若方租屋 隨著國民黨九號將反萊豬進口 及公投綁大選分別五十二萬八千份 及五十二萬兩千份連署書 送到中選會 江啟成再向執政黨嗆唆 民進黨則認為公投是江啟成為了個人政治生涯 拉抬黨主席選舉的策略引來藍影反擊 講出如此沒有水準沒有腦子的話 我真的覺得他會對他們民進黨前面的同志 民進黨真的是完全用自己的狹小的心胸跟眼光在看待在野黨的努力 這樣的執政黨他應該要早點下台 不只一致對外炮火猛烈國民黨也說未來將和公民團體及專家學者說明兩項公投的必要性 呼籲民眾在八月二十八號出門投下公投票 華視新聞之間黃冠林特別報導